大家好,我是大龙 现在我们采蘑菇已经回到家了 正好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把蘑菇都给它晾上 估计今天吹一下午 然后再一上炕 基本上就能快干了 好好摆上一些 烫一烫,冻上给孩子吃 要整个汤做个卤 把这个蘑菇都这样朝上 翻过来 这样晾干的快 这蘑菇头是不行的 这时候是十几档院了,真是好 太上又躺了 这里拐下了 风也太大了 嗯 这公路不得踏完了吗 差不多 我在一说差不多 行了吧 嗯 你挑出的一下子 可真是精品中的精品了 像那次出门 咱在机场看着卖的蘑菇 云菇那么大 一个个摆的那一盒一百多 估计半斤都不太有的 那才几个碗 都能查过来了 是吧 嗯 真是晾干的摆了一个个的 就那么一层吧 那真是精品中的精品 的精品 就是这玩意 人家不愿意要小的 小的才值钱呢 小的小真的 一般都晒干之后好 真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小的不好看 你觉得哈 但是你看小的就是就好 那是这些蘑菇之后晒干的 你看大的呀好看 其实小摩托头晒完之后吧 都是小摩托头还觉得碎 嗯 没那么好看了 晒着去吧 嗯 烧水 刚才出去买了点挂面 还有两包方便面 放这 我放上 煮了这 放的面 挂面 这好大碗 一人一碗 隔碗吃就行 你还带倒个小碗啊 我就隔着一碗吃了 这上午就来这一碗 哈哈哈哈 这上山转了一天 上午 真没烧菜 这是咱们啊 真正没顿别啊 对面 转了转嘛 然后给框一下 转了一圈 拆拆 弄的弄的 要是背这框一只肉啊 那转到这地面就大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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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